电影蜘蛛侠 英雄归来2 确认了加棒的阵容好莱坞漫画改编电影蜘蛛侠 英雄归来2 Spider-Man Homecoming 2 今日9月4日确认了加棒的阵容 在妙尔杰克逊饰演的尼克弗瑞 也已正式加盟该片和蜘蛛侠演起了对手戏 资料图来自网络杰克逊将会在京齐队长 中扮演一个年轻的双眼版本的副衣 而且会在复仇者联盟寺中再度客串 现在杰克逊已经出现在蜘蛛侠2的片场 化妆成了尼克弗瑞和汤姆霍兰德同框 资料图来自网络蜘蛛侠英雄归来2 目前正在英格兰外景地紧张拍摄 影片的大部分故事都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发生 汤姆霍兰德扮演的彼得帕克曾在美国队长三中前往德国 帮助托尼斯塔克打群甲 但他实际上并没有离开美国 而在《新蜘蛛侠2》中 他将踏上完转世界的冒险旅程 在伦敦等的展开新的人生经历 资料图来自网络杰克吉伦哈尔扮演新加入的反派角色神秘客 The Mysterio 这是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反派 最著名的是初代昆青贝克 此人原本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电影特效师 在好莱坞工作 精通特效和催眠术 这个专家式的人物将给蜘蛛侠带来更多的麻烦 此外 在第一部中扮演突救的迈克尔基顿 也确认回归续集 曾在德鲁大叔中有过精彩表演的好莱坞男演员 J.B.斯木夫 则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蜘蛛侠2》 将于2019年7月5日上映 来源杨成派综合则编郑少顶 《新蜘蛛侠2》 《新蜘蛛侠2》